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航 今天這支影片主要是要來告訴各位觀眾 如果你最近需要主電腦 在猶豫CPU該怎麼選 那麼看這支影片就沒錯了 相信有些觀眾最近要主電腦的時候 應該不少都會聽到身旁的朋友都會勸你再等等 前幾天剛好有個觀眾在賴群問我他的配單如何 我看到他準備組第11代的Intel Core處理器 我可是馬上勸他先不要 如果你最近幾個月剛好主電腦 然後你選的是11代Intel 在主電腦的時候如果那老闆或是店員 都沒有告訴你一聲說再等一會 我只能告訴各位 你肯定是沒有追蹤我的頻道 或是加入我的賴群 你們知道2021年底某個產品即將要上市啦 喔對我發出這影片的時候他應該已經開賣了 沒錯Intel在前一陣子正式開始販售 第12代Intel Core處理器桌上型系列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 如果你正準備組一台新電腦度過這寒冷的冬天 你的顯卡都已經鎖定好是哪一張要來當暖器了 就差那個CPU該怎麼選 那麼就請繼續看下去 今天我們就來分析什麼樣的觀眾 適合選購Intel Core i5 Intel Core i7 或是Intel Core i9處理器 欸等等 這時候應該會有人小聲的問我說 你不選A家嗎 我先告訴各位結論喔 電子產品在我的觀點裡面 就是買新不買舊 再加上這次Intel效能大躍進 以前常會有人在打嘴炮說 啊Intel總在擠牙膏啦 但這次不一樣 Intel直接端出他們的黑科技 紮實的示範了 什麼叫做地表最強處理器啊 所以CPU的部分 我會推薦Intel 然後系統直接灌上WIN11 去體驗最新產品 帶來的絕佳體驗 保證隔天去學校走路都有風啊 那這部影片呢 我會盡可能用比較簡單易懂方式去講解 畢竟每次做電腦類型的影片的時候 總是會有觀眾說 啊真的不懂啊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慢慢的來 讓你搞懂你到底適合什麼樣的CPU 首先CPU就相當於我們人體的大腦 負責處理所有的訊號 大腦動得越快 其他地方就能越快速的處理事情 整體的效能就能往上提升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總是說 主電腦CPU最重要 要選就選好一點的 那麼在講你該選哪個階級的CPU之前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 全新的第12代Intel Core處理器吧 在11代販售了半年多以後 12代緊接著亮相 這次Intel新的架構叫做 Elder Lake 採用Intel 7製程技術 當新聞稿出來的時候 唯一都以為 Muricore 愛家這次是直接從14奈米製程 上到了7奈米了嗎 但這邊Intel 7是指 10奈米Inhast SuperFin製程 跟大家補充一下 製程奈米越小 等於在有限的空間 能塞入更多的階級 性能就能夠更往上提升 這次Intel終於在桌機平台上 有了大幅的升級了 而且 Elder Lake還支援了 DDR5和PCIe Gen5 現階段大部分的使用者 都是使用DDR4記憶體 然後部分的人呢 已經在使用PCIe Gen4的SSD 就是組裝電腦 總是比較有錢的人啦 這次Intel新世代的改動 可謂是真的超前部署 有了這樣的升級 就能夠更快的推動 其他產品向上發展 讓我們消費者 使用到更快更猛的產品 各位也不用太煩惱 如果你覺得在 DDR5記憶體剛出來的時候 這次第12代Intel Core處理器 仍然相容DDR4記憶體 在挑選主機板上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買支援DDR4的就好 那目前我出這片的時間 算是比較晚了 如果你本身有在 關注DDR5目前的表現 可以自己考慮一下 要不要衝 我會建議如果你買 Intel Core i7 或是Intel Core i9 就可以買DDR5的主機板 因為這類的高端CPU 肯定能夠撐好幾年 那DDR5也會隨著時間 越來越進步 並降低延遲 然後有更好的效能 而選擇Intel Core i5的消費者 可以依舊買DDR4的主機板 搭配現在已經成熟的 DDR4記憶體 整體來說比較有CP值 好講太多有點離體 我們回來講到CPU的部分 這次第12代Intel Core處理器 使用的混合核心技術 這是一款非常創新的架構 一顆CPU裡面 有效能核心P Core 與效率核心E Core 網路上已經有非常多人 在討論這個話題了 Intel官方也對這項技術 解釋的非常多 那我這邊整理下來 用最快速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一顆CPU裡 有分成好幾個大核心P Core 和好幾個小核心E Core P Core的性能非常強 可以負責專心來玩遊戲 E Core則有非常好的能耗 專門有效率的處理背景的應用程式 解決以往同時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會有卡卡的現象 然後再搭配這次Intel全新的 Threat Director硬體技術 把工作排列最佳化 舉例來說 像我開台玩遊戲 P Core當下負責運行實況的遊戲 而E Core在後台負責開台軟體的編碼 Intel Threat Director 能即時自動監測與分析 導引作業系統 去動態的調整工作分配 並且在Windows 11上 可以完整的支援這部分的技術 白話一點就是 在對的時間點 把對的執行區 放在對的核心 讓這兩種核心完美的分工 這樣就可以達到較不耗能 又強勁的能力 我的天啊 Intel真的是專門搞黑科技的 一種我全都要的概念 我推測的未來幾年 Intel主要都會以這種 混合式的核心架構 去向上的發展 那目前第12代 Intel Core桌上型處理器 總共發布了有6款CPU 其中 Intel Core i5 Intel Core i7 Intel Core i9 各有兩款 每個機率中最快的分辨方式 就是名稱有沒有帶F 有F的 表示沒有內顯 售價也會相對便宜 適合組裝電腦 一定會配上顯卡的消費者 或是本身擁有了一張備用顯卡 不然你今天一張顯卡 不小心壞了 這個沒有內顯的CPU 可是沒有辦法幫你擋一下的 那如果你這波主電腦 沒有預算買顯卡 要等到聖誕節 或是明年過年以後才有可可 然後你還有把握 一定能夠單買到顯卡 或是本來就不需要顯示卡 單靠內顯就可以應付你平常所需的 那麼就多花一點點錢 買名字沒有帶F的CPU 說到這次的內顯 UHD 770 根據Intel官方敘述 可以提供8K HDR 和可以觀看四部 同時播放的4K顯示器 這樣子的效能 我推測應該是能夠順暢遊玩不少遊戲 之後我會再發一支影片 其中會來評測一些遊戲 那就期待之後的效能表現吧 那了解了第12代 Intel Core處理器以後 我們來說說Intel Core i5 Intel Core i7 Intel Core i9 這三個級距適合哪一些人 如果你還是個學生 喜歡打打遊戲 甚至想走上YouTuber 或是實況主這種坎坷的路 那麼這次第12代的 Intel Core i5 1260K 是個非常好的選擇 台幣9000多塊的售價可以擁有6個P Core 4個E Core 總共10核心的CPU 對於學生檔來說是再好不過的選擇 從以前我大學時代只有4核心的 4代Intel Core i5能選 我現在看到真的是眼淚都快掉下來 那如果你是剛出社會的上班族 稍微有點經濟能力 最近發的5倍券還沒花掉 從大學一路用到現在的電腦 在你放假的時候 想玩個近期的3A大作 都有點力不從心 那不如趁這波順勢升級電腦 還能夠用個長久 或是在創作領域這一塊剛起步的人 那Intel Core i7 12700K 就再適合不過了 擁有8個P Core 4個E Core 總共為12個核心下 配上好的顯卡 要多攻就能多攻 頻率甚至能Turbo到5.0GHz 連一般上班族 要接按 搞個副業 當個斜槓青年 都沒有問題 再來最後 如果你是一個要做高度生產力工作的人 又或是像我這種 頭已經洗下去 每天陷入拍片剪片的輪迴 甚至在影片轉檔的時候 還要測試晚一點要直播的遊戲 需要電腦完美的處理 在實況的時候 遊戲不卡頓 還有當個讓觀眾看台 笑到合不龍嘴的實況主 又或是常常看到新產品 就有患患病的 我可以告訴你 預算捏一下 直接攻頂Intel Core i9 12900K 16個核心裡面 分成了8個P Core 和8個E Core的CPU 渡輪時脈最多還能到5.2GHz 完全站穩了目前 地表最強的遊戲處理器 一次到位 日後才不會後悔 那麼你覺得自己適合哪一種CPU呢 不妨在留言區告訴我吧 其實關於主電腦這一塊 不只CPU 每個零件都是環環相扣 每次看到別人配單 都是這邊捏一點 那邊捨棄一點 最後配到自己完美的PC神單 從旁給予建議的我也會背感欣慰 那也許這就是自主電腦的樂趣所在 那麼這一陣子 我會再發布一支影片 是開箱整台電腦的 那至於CPU是Intel Core i5 Intel Core i7 或是Intel Core i9 各位可以猜猜看 那麼各位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